肺玻璃不分颜色 满山满谷的肺玻璃该如何回收再利用 新北市一家绿能科技业者 特别前往日本取经 与日本厂商进行技术交流 用肺玻璃当作材料 制造出一种叫做环保侵蚀的小石头 不仅可以进化污水 还能改良土壤 开启绿能产业无限商机的同时 宣告这一个产业启动 就要展现环保爱地球的企业社会责任 为了落实社会责任 强调回收再利用的观念 业者与日本研发出的环保侵蚀 还可以分成不同大小 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性质 材质有的比水轻 有的比水重 还可以放在植物中当作土壤 具有保水抗菌的功能 我们也一直在鼓励我们的企业 希望说你能够做一些 跨领域的技术交流 就是所谓的一业的结盟 因为透过这样技术的交流 还有授权 我们的企业产业就可以立即 获得更多新能量的一个注入 新北市这次与日本进行的 产业技术交流 为业界带来许多不同的想法 也希望这次发表会 能成为新北市与日本合作的第一站 让新北市的相关企业 在未来交出更多亮眼成绩 记者汪生鑫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嘿嘿嘿嘿